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又來到7月24日晚上, 星期三晚的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 留言, 分享, 訂閱,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贊助, 贊助, 過金比本日和看完片 我們今天繼續講一些大家一直很關心的題目 因為這個題目, 美國大選的題目 其實真的很單調, 為什麼只講這件事呢 因為影響很大 即是大家在香港的, 即是在看美國, 我們不是求黃絲歸來, 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國際局勢, 可能因為這場選舉會有很大的轉變 而這個好與壞的, 不同評論員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很清楚的, 即是每次都講給大家知道我的 觀點是什麼 同時在台灣, 也都跟美國息息相關 我想這件事是受到大家關注的肯定 我們沒有票投 但我們是關心, 關心當然不會有意見 我想在這方面, 大家真的要明白 即是我們 海外的人也有這樣的心態 也希望在香港的人 都不要只顧著 哎呀, 阿里王子這些故事 或者那些 即是其他雜旁的東西 我們都要顧著一些 即是一些比較重要的事物 那有幾個新的update 想跟大家說 我想分兩節, 不想一節做太長 那這一節我專門講一些新聞的update 而關鍵的地方 就是有點名三個人選 和針對這個民主程序 去做一些評論 那下一次我們會再講到 昨天還沒講完我們的內容 就涉及到 即是中國 和美國的關係 在這個 哈利斯 當政 即是他當政做這個副總統的時候 他有什麼搞作 預計未來的情況會怎樣 而現在 我們看回美中關係 會不會因為川普 或哈利斯的當政呢 而有不同 當然有不同 是怎樣有不同的 我們會詳細和大家分析 那我們先講第一節 三個人選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報導 消息人士表示 有三個人是 獲得 華爾街 和荷里活 主要捐助者 就是那些深層政府華爾街集團 植谷集團的支持 而且也都受到 Barrick Obama 時期的 司法部長Eric Holder 獲得的審查 這三個人選是什麼呢 就是 賓夕凡尼亞州的州長 這個 Shapiro George Shapiro 夏皮諾 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 凱利 Catty 和 北卡州 North Carolina的州長 Kuper 這三個人 都是最有希望挑戰的人選 再說一次 有 華爾街的支持者 金融機構支持者 編號其中兩個人 賓夕凡尼亞州的州長 夏皮諾 George Shapiro 或者 古柏 Roy Cooper 另外 荷里活 的民主黨 捐赴人 力推 Mark Kelly 就是那些什麼 Disneyland 那些 就是力推 Mark Kelly 各有各的編號 好了 究竟誰跑出呢 現在還未知 你看 整件事 你會覺得 是 Kamela Harris 去選擇的嗎 不會 是Deep State 是這幫金主去選擇的 這些頭面人物 無論由 以前的 奧巴馬 到現在的 拜登 到現在的 所謂的 這個哈利斯 就是 喬舍稱之為 賀錦麗的 這個問題 基本上都是 別人的一幫財團 一幫 既得利益者 蓄勇的人 我記得我對左右派的定義 並不是說 你親相的就等於右派 親勞工就等於左派 No 而今天你做的事是否合乎常識 是否保衛一個國家 是否即是在捍衛民主與自由 一個公義憲政的程序 是否著重自由的經濟公平的貿易 這些就是右派基本的思想 左派會著做什麼 財富重分配 好著做什麼 所謂的福利國家 好著做什麼 就是 人造的律法 代替上帝的律法 這些就是最關鍵的地方 於是你找一堆的 有錢人 出來說 這些就是他們的既得利益者 守護著他們 華爾街 推George Shapiro Roy Cooper 荷里活 推 Mark Kelly 根本上你知道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但是不是我們要這樣玩呢 我們是不是受得了這件事呢 我們真的要好好看 最近我看一部韓國的電視劇 就叫做 船風 即叫做 Tolpung 即我希望我韓文都沒有退步了 我懂得發音 政壇船風 12集 大家推薦大家看 很值得大家看 我想世界上都沒有什麼國家 除非有很好的美劇 和英劇 可以拍得這麼好之外 我覺得很難得 他將人性的優美 聖經裡面的一些古事 甚至是說一些 權力的慾望 一個學運出身的人 他到了權力的時候 如何腐化 之後有人如何 攬炒 一起做一個大的船風 犧牲自己 這些東西我們看回 我不想劇透了 大家可以看回那部電視 非常值得看 所以我就說 這些全部的人 都是 George Shapiro Roy Cooper Mark Cady 後面都是一堆 淺 淺的東西 而一點都不是 站在台前這個人 Kamlet Harris 去選的 而說到尾真的是 金主選的 OK 名單上其他候選人還有 Kentucky州的州長 Andy Bashir 即是貝希爾 以及Illinois 伊利諾州州的州長 J.B Prisker J.B Prisker 非常出名的大財團 當然他會不會 Grant Hyatt 他會不會 成為 副總統 未必 OK 前三位就斬斬下大熱門 這個第四第五名 現在都是在選 大家知道 721 不止是不見人 還是拜登 就真是拜拜 不見人 他放棄競選連任 轉向支持 Kamlet Harris 成為總統候選人 而民主黨在經歷變 變局之後 信質如風的兩天之後 啟動了這場 富手資格審查程序 在這個之前拜登在 6月尾的電視辯論上表現非常差 引發了民主黨的換帳聲龍 其實說到尾都是他 基本上是 認知衰退 而隱瞞 認知衰退 和一大堆的左拋 左膠 左派 無論是在政府的 或者是評論的 一直隱瞞這件事 或者被隱瞞自己蒙在鼓裏這件事 基本上我都是非常荒謬的 白宮消息人士都說 18個月以來 已經不斷衰退中 沒有一個民主黨的人士 華爾街集團 荷里活的人士挺身而出 到最後才搞這些 換燈的行為 令人相當不恥 哈利斯 在昨天的一個 第一個全日的競選活動中 已經獲得足夠的黨代表支持 我昨天的節目已經說過了 是沒有了創紀錄的捐款 這三位捐款人眼中的熱門副總統人選 都和哈利斯有交情 庫巴 和哈利斯 曾經在同一個時期擔任州檢察長 拜登退選之前的幾個星期 他們在North Carolina一起造勢 另一名的 前州檢察長 George Shapiro 已經和哈利斯相識近20年了 全部都是 相熟的人 而這些人 都基本上是 後面有股勢力 在那裏 壓住 好像 你們全部在那裏打泰拳 打這個 自由摔角 旁邊的人在那裏 買大勢 在那裏買 壓住 在那裏 哈利斯 亦和 凱利 和他的妻子 Gabby Giffords 關係密切 剛才說 荷里活支持的 Mark Kelly 他是退伍軍人 曾經出任NASA 即是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 他的妻子 前阿里桑那州的聯邦眾議員 Giffords 在2011年 槍擊 差點沒有命 很多華爾街 捐歡人都對 Shapiro 非常喜歡 認為這個51歲的州長能夠幫助 Carmen Harris 仍贏得 賓夕凡利亞州的搖擺州方面 發揮關鍵作用 賓夕凡利亞州對今年選情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我都覺得現在你問我 我覺得對George Shapiro 看高一線 現在跑馬仔 Mark Kelly也受到很多 荷里活和華爾街的民主黨金主支持 尤其是荷里活 他們看重他作為NASA的太空人的背景 因為他在另一個搖擺州阿里桑那受歡迎的程度 基本上都是為選戰 籌謀 贏了才算 贏不到 什麼都沒用 前美國駐西班牙大使 Alan Solomon 在日前在密斯基督斯舉辦活動的時候 為哈利斯 沒有200萬2 million 2 million的美金 他表示我希望看到 參議員 凱利 Mark Kelly 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所以大家都有自己捧的對象 他和妻子 Gifford對於政治暴力的了解不亞於任何人 他們對槍枝安全的頂導力 對年輕選民也有吸引力 等等等等 諸如此 都說了很多 與此同時 我們知道最新的民意調查看到 路透社 和Ipsos 益普索 合作的最新民調 顯示 哈利斯支持到領先 川普 兩個百分點 相比之下 在拜登退選前 上週的民意調查 結果是拜登落後 川普兩個百分點 即是倒追了四點 就變了 現在剩下2% 根據路透的情況 這個Kamlet Harris 是以最新民調 44%支持率 領先Trump的42% 同 在退選前 7月15日至16日民調 當時 Harris 和Trump的支持率 大家都是44叮噹碼頭 當然 無論44有幾個評論 44 42基本上全部是 誤差範圍 這是第1 政府3% 是誤差範圍 第2 那個所謂的取養 那個標準 這個路透社有沒有偏頗 我都很有疑問 第3 現在正是開始時間 有蜜月期 即是所謂的 就是蜜月行程 這個情況不可以作準 多多一個星期 或者等多些的情況出現 尤其是在電視辯論之後 情況先告底定 現在還有4個月時間 什麼都可能 第4樣 Trump不是贏硬的 我從來都不會說Trump贏硬 我仍然覺得Trump贏的機會看高一線 但不是贏硬 沒有這件事 選舉哪有贏硬的這件事呢 所以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Trump是在打一場 比較艱辛的選戰 第5 我們知道 Trump如果對拜登 贏硬的 就是99% 應該贏了 但現在沒有這種情況 因為拜登已經退了 如果Trump去到Harris 我們知道 贏面 就沒有對拜登 那麼全面 但是他是不是贏的機會大呢 是 還有第6點很重要的 不要只是計普選票 美國不像台灣 台灣是計全面的普選票 美國是計選舉人票 換言之關鍵的地方 不是看 究竟這44、42是怎樣 如果你拆分 這44% 2%的增加 是刺激到一些 在加州、紐約這些地方 比如WASHINGTON D.C 或者Oregon 華盛頓 即是Siettle那個州 或者一些 比如說 Delaware Rhodes Island 這些 基本上是民主黨的 鐵票 Illinois 這些地方 他的鐵票倉的地方 你增加這2% 4%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選舉人票 不會增加的 重點是 幾大搖擺州 我再說多次 傳統的7大搖擺州 可以加3加4 都有可能的 再說多次 你們逐個 看這些 路透社的民意調查 在 比如說 Nevada 在Arizona 在Georgia North Carolina Pansylvania Wisconsin Michigan 這7大搖擺州 他們的數字 你會發覺到 始終都是 我看過很多的 YouTube 他們統計過這些數字 都是Trump 領先 不是說42落後44 就完 No 是計算選舉人票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Swing States OK 民意調查結果有56%的受訪者同意 59歲的Harris 思維敏哲 能夠應對挑戰 另外49個受訪者認為Trump都有這個特質 拜登只有22%認為他思維敏哲能應對挑戰 22%的受訪者肯定思維敏哲也應付不到挑戰 另外75%的民主黨登記選民認為 現在應該要支持Harris 即25%的受訪者表示應該由 民主黨內多位候選人競爭黨內提名 這個就是 民主黨的登記選民 有四分之三認為 不用了 那麼怎麼可以 四分之一認為 一定要由這個民主黨裡面 競爭才可以做黨內提名 記住這個路透社的民意調查 在7月22日至23日展開 是針對1241位 美國成年民眾做調查的 其實這個樣本數太低 即隨便找一個台灣 台灣只有2300多萬人 選總統 樣本數都分分鐘有可能高 這個數字 千多二千 即是很容易 美國三億多人 你只是用1241個 民眾做網上調查 你可信度有多高 所以我就說這些 你一拆進去 了解一些深層一點的東西 細緻一點的東西知道 我們不會這樣 隨意贊成他們 這樣說的話 好了 現在再查一查 基本問題 就是說 這一次民主黨做的東西 是否符合民主程序 我知道在留言裏 甚至我的左派朋友 依然堅決地說 這一次 拜登 讓給 Harris 他基本上是完全 合乎民主程序 不需要再有 任何的正式的primary 即是初選 不需要有 上一次拜登 在第1、第2季 有1400萬人 投票之下選他 接著他拿到3000多張的代表人票 叫做Pledged Delegates 入局 怎知他721 即是閃人 半燈 不見人 結果就是給了哈里斯 去做 哈里斯是副總統 是否等於 拜登指定他 佩洛西 指定他 克林頓 希拉利 然後 Chuck Schumer 這個 Hakim Jeffries 指定這個 Kamler Harris 他就成為總統候選人 很奇怪的 接著眾星廣月 找了 這個 幾千個 4700多個 Delegates 無論是 Delegates 普通的Delegates Pledged Delegates 或者是 Super Delegates 他們個個答應 反正這班人 那班人 是不是這樣做事呢 我覺得不是 那你什麼小圈子選舉 即是說 提命權 以及這個 選舉權 都基本上掌握在 不超過5000人手上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做法 如果是美國有黃之鋒 都會去 抗議 大哥 是不是 那我的立論焦點 是怎樣呢 我 我只是用一個邏輯 不需要讀很多書 也不需要了解很多東西 如果當時 美國民主黨的初選 的primary 是只選拜登一個人 即是我今天授權拜登 Pledged Delegates 是Pledged 拜登 而他贏了這張票之後 他選副手是他的事 OK 總之最後在 在 民主黨的黨代表大會裡面認證 如果是 假設 這個第一個假設 是一個人 拜登 今天你要換燈的話 你取 沒有一個民主授權的 你換 哈利斯 哈利斯的民主授權 不會因為他是副總統 或者他是競選 答當 自然成為了繼位人選 successor in interest 不會這樣的 OK 因為那個mandate 是給你拜登這個人 所以你要換燈 你要重新 跟回程序做法 才有 due process 另外第二種情況 當時如果是亂名的 正 富 拜登正 哈利斯 師傅 這樣的package 事實上我不認為這樣 Indian light 真的要這樣去認為 他說有個戶口 都是拜登 寄送到 Kamela Harris 這些地方引起很多爭議 我先不要講戶口問題 我只是講一個mandate的問題 民主的問題 如果mandate是授權 正拜登 拜登 富是Kamela Harris 問題在哪裡 今天 你沒有了拜登 授權裡面都有Kamela Harris 但是富的呢 那你沒有連 富一起得到授權 如果當時 規矩就是授權是亂名的 正拜登 富的Kamela Harris 今天你要取消這個地方 你Kamela Harris 找一個副手 都要同樣 如同 今年年初一樣 獲得 民主黨員 初選的授權 1400萬黨員 1400萬黨員 民主黨的支持者 的一種投票 進入各州的投票 那你說 太急了 關人 今天你最生氣的時間 最後 林天光先來 瀨尿 林天光先來 賴尿 最後才來換燈 結果搞到這樣的情況 拜登今天有這樣的精神狀態 哈利斯 不知道嗎 一早已經知道 所以問題是什麼呢 你要換這個mandate 一定要經過初選 你沒有經過初選的話 不符合民主精神 同意我這些說法的人 極多 極多 我先說一下 共和黨怎麼看 共和黨怎麼看都是重要的 等等 共和黨的看法就是 譬如說 川普的陣營 就是非常大的猛烈攻擊 焦點並非政策辯論 而是 高達 九千多萬美金 我再說多次 九千多萬美金 而且都是cash來的 極競選資金流向 特朗普的團隊直指 Karmel Harris的陣營 是盜用了拜登 留下來的政治獻金 試圖以違法手段贏得選戰 7月23日 剛剛昨天 特朗普的團隊 向FEC 聯邦選舉委員會 提交正式的投訴 劍指哈利斯 陣營 公然違反聯邦競選法 更聲稱的是美國歷史上金額最大 最明目張膽的競選資金違規行為 這份投訴首先由紐約時報報導 之後由Fox News取得 事件起因是拜登黯然退選後 競選賬戶中的 剩餘9100萬美金 全數轉給 副首Karmel Harris 作為他接下競選活動的資金 但 川普的團隊認為 這些錢是捐款人基於對拜登的信任 提供的政治獻金 Karmel Harris 並無權利私自挪用 何況金額極為巨大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的首席法律顧問 David Warrington 說這個舉動是 明目張膽的奪權 將構成自1971年 聯邦競選法修訂以來 丹北金額最大最嚴重的 超額捐款和違規行為 他說哈利斯正在進行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競選財務違規行為 而且他正在利用委員會自己的表格來做這些事 委員會不能 亦都不可能 坐視不管 這班民主黨的這些武器化的司法部門 告到川普 就說 你基本上將一些 NDA的費用 你不用掩蓋 你當作法律費用部 就告你幾十條罪 要等著判你坐牢 按照這個道理 這些違規的轉挪用 選舉籌集款項行為 該當何罪呢 委員會不能夠亦都不可能坐視不管 任由一個候選人違反法律 和捐款人的意願 由另一名的候選人的授權委員會中 拿走近一億的美金 即九十多萬的美金 即九千多萬的美金 即接近一億的美金 投訴書中點名拜登和哈利斯 和拜登總統計選委員會 後來改稱為哈利斯總統競選委員會 和財務主管 Kina Spencer 就是斯芬塞 使用他們公然違反聯邦選舉法 包括拜登總統競選委員會的 賬戶資金 這個做法違反了聯邦競選法 亦涉嫌修改 提交給聯邦機構的文件 違反美國的法律 面對特朗普陣營的來勢空的指控 那麼哈利斯團隊就冷靜回應 反擊呢 特朗普陣營的說法說他毫無根據 說這班言論只是出於妒忌 民主黨的團結和對哈利斯的支持 刻意透過抹黑和造業來干擾選情 說他們會持續努力 爭取選民支持 團隊已經在短時間內 沒有超過一億美金的 資金 證明他們擁有足夠的資源和實力 贏得選戰 無需動用不已之裁 記住這個犯罪不需要有一個 Victor在 因為真正的Victor是選舉的公正性 即是說一旦違反 不需要說 究竟哪一個人覺得不開心 不需要這樣說 這個是選舉的公正性的問題 那麼這件事很荒謬 是不是私相受受 因為你違反了很基本原則 是民主原則 剛剛我講的右派 或者表示了我的看法 我講一些 極左派的講法給大家聽 BLM Black Lives Matter 非裔即是黑人的權益 運動組織的 黑命貴的 團體 在昨天發表聲明 強烈批評民主黨 批評左派的民主黨 在缺乏公開投票程序的情況下 將副總統 Karmel Harris推舉為 總統候選人 BLM要求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DNC 立即舉行一場全國性的 非正式 虛擬初選 你要virtual roll call 你要mini primary 可以 立即做 我覺得這群BLM 我雖然 極度不同意 很多東西 但這個講法 我是同意的 OK 根據路透社透露 BLM在聲明中表示 我們不是生活在獨裁政權之下 代表不是寡頭 在沒有任何公開投票程序的情況下 安插Harris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 並選擇一位未知的副總統 這個副總統未知是誰 是否George剛剛講過三個人選 3加2的人選都未知 這個將會使現代民主黨成為一個偽君子的政黨 Yes this case 是hypocrate 另一個事件突顯了 美國政黨的提名程序中潛在的問題 雖然黨內政經的迅速決定可以有利於政黨團結 也有可能引發對民主參與不足的批評 BLM的反應 的反應表明 即使是 通常支持民主黨的團隊也有可能對黨內決策提出質疑 而BLM現在的領袖叫 Shalomia Bowers Bowers 強調 這不是針對Harris或黑人女性的攻擊 而是關乎提名過程的公正性 他呼籲民主黨應該詢問全國各社區的意見 而不是僅由 代表 和黨內精英去決定 這個反映了基層組織 對於更廣泛的參與政治決策的訴求 而大家知道BLM當時是因為2020年 那個時候George Floyd 之死 引發了全美對種族問題的關注 如今BLM對民主黨提名程序的批評 可能會引發人對 很多人對少數族裔 在政黨決策中影響力的思考 這個突顯了另一個挑戰 就是如何在 黨內決策效率 和廣泛民主參與之間 取得平衡 我就說 你不可以因為 你的所謂效率 於是我要追求獨裁 最後獨裁之後 就產生極度的無效率 用效率 來支持一個 小逸選舉的話 我想全世界都 如果你認為這樣 你都不配有民主 民主的意思就是 你作為有尊嚴的個人 有決策能力的個人 而不是一個object 你不是一個客體 而是真真正正的一個主體 那請問民主黨的支持者 你是不是只是說 小燕子做得好啊 有七成五的人 覺得不需要改那麼多東西 喂 There is no due process to reflect your voice 你看共和黨 共和黨是有初選的 有個程序的 插播一些說法 你問我 我對台灣的中國國民黨 或者民進黨 這些政黨 有什麼中常委 中執委 中平委的制度 我癡之以鼻 民進黨我也這麼說 為什麼 這些做法會搞成 你要推一個人出來 你設計規則 民調多少 初選多少 黨內這些派系 佔多少 就變成你自己一個 分贓體制會出現 變成小圈子去 提名 真正的民主政黨 就是一個選舉機器 意思就是 它發動的時候 就是初選 要全部 比如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去參與黨內的初選 國民黨的支持者 或者民眾黨的支持者 參與自己黨內的初選 然後通過初選結果 決定提名哪些人 去成為立委候選人 提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提名這個 院市市長 院市議員 這個叫初選 這個做法 是最公平 公開公正 如果不是 小圈子 顯身幾個問題 幫派政治 即是派系政治 派佛政治 即是黨同佛義 就是計下 我這個幫派提名哪個地方 你分這個院給我 我要這個院 你不要拿 然後 世世代代 這個幫派 就是這個 院市佔山為王 這種做法 是完全不合 民主應該有一個原則 所以說台灣的民主 是未進成熟的 美國一直有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就是primary OK 或者他們 caucus 即是 in other words to say 因為他最後都是 通過什麼 民眾的投票決定 民主的抉擇決定 而這種參與 是重要的 是對公民意識的提升 而通過這一種 由下而上的 這個全民參與的方式 來達成的民主 就避免到很多幫派 派佛政治的產生 因為每個人 都要為自己的努力 去獲得大家的認同 你拉幫結派 能夠形成那個 統合效應 synergy 是極低的 OK 你做得好 自然有人提名 你是不如 哪派哪派 你變了自己 自己捧著手 聖經在做提名的 不得了 你看日本就是 民主制度都不是 進於非常成熟 因為他很多 自民黨 N的幫派 就是這樣產生的 所以他說美國 是一個相當公平的制度 就是他沒有一種所謂 黨的大佬 去決定這個事情的情況 但今時今日 民主黨反其道以後 史無前例 第一次 不根據初選結果去執行 然後通過一種 眾聲歡呼 行的啦 沒有異議嘛 對嘛 民意調查 七成五都支持嘛 Good 做 我們要的是民意調查 我們要的是primary 所以無論是共和黨 對於他那個 經費挪用的指控 或是這個BLM 極左派 對於這個所謂的 民主程序 欠缺的指控 基本上都是成立的 你想一想 OK 這個就是提名程序的 公正性透明度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 我們都看到 這個之外 最後都說了 一件事 就是說 外媒 就越來越多 爆 Kamlet Harris 的一些黑歷史 這些東西 怎會將它發酵出來呢 就慢慢看了 警密長矣 放眼睛 放長雙眼看 Kamlet Harris 面對的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那種 對於 領導統譽的能力 不足 而對於他專業能力 有很大的質疑 這件事 一直其內有志的了 有些人說他做雞呀 不斷睡不同的人呀 和男人玩來玩去呀 又有以前的男朋友呀 然後滾下滾下 滾上來呀 之後 放大款呀 那就是 用下體 去謀上位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遲些再說 有與沒有 我們遲些再說 我們先說一個基本的問題 就是這個人 他是不是得 大家 的歡心 民主黨裡面的 跟過他的團隊 是否喜歡他呢 我告訴你 絕對是 癡之以鼻的 他的領導風格 令到外界對他 能不能夠帶領白宮團隊呢 現在能不能夠在 僅剩一百多日大選中 擊敗川普 保持高度的疑慮 更令人擔憂的是 他的霸凌式 科克管理作風 令他面臨 競選團隊人手短缺的危機 更突顯 他是否能夠有效領導問題 他今天 他賣不了一個很完整的班 你有的華爾街的支持 或者是荷里活的支持 但 今天除了錢之外 窮得只剩下錢 人呢 人家是否想和你做事呢 是一個大問題 有錢使得鬼推磨 YES 但人家 口服 深不服 會 有很多 埋伏了很多未來分裂的 伏線 據英國的每日電信報 The Telegraph 7月22日的報導 Carmen Harris 加州任職期間 要求嚴康 已經準備不足而問名 要求嚴康 二準備不足 大家 在香港 或者在其他地方 打工仔 或者做老闆的 都知道 打工仔最 最討厭是三種老闆 老闆三種的特徵 要求嚴康 自己準備不足 自己無聊 無聊就扮四條 OK 跟著呢 自己又 兒子棄屎 就是青筋暴然 第三種是什麼呢 不負責任 推卸責任 你知不知道 打工仔最討厭是什麼呢 老闆 就叫你這樣做 舔東西的時候 一天最壞都是你 他一點責任都沒有 哇 這些就是最壞的老闆 所以這三個Qualities 基本上 在這個Kamler Harris方面 基本上是 同時合體的 多位前助手指出 他拒絕閱讀簡報資料 我以前在奧巴馬時期 說每天早上 一大疊的文件 簡報在那個白宮 橢圓形辦公室上面 特朗普 一頁A4字 10號字看 就是這麼多 你每天給我一頁 給我一杯牛奶 一頁 就這麼多了 看完 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 講China 講Syria 或者講Iran 或者講Russia 有什麼問題 我問回有關的人 我想知道我為什麼問有關的人 這隻簡報 他不看簡報 也都不熟悉職責時候 就責怪員工 他都不知道不知道 就亂鬧一通 甚至以令人心灰意冷的批評方式施壓 令員工感到疲憊不忽 因為錢莫料形容他的管理風格是霸凌的 這種領導風格導致他的競選團隊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 根據Axios這個左派的媒體顯示 過去三年半 Harris47個員工之中 只留下多少人 47人 10個救火的少年 走剩多少人 走剩7個 7個都沒有 5個留有 顯示出極高的流失率 雖然他不必公開所有員工的名單 但是這個突顯團隊流動的問題 斯敏感的人 如何做總統 你任命的國防部長 白宮的 這個 國家安全顧問 或者貿易代表 或者是國務卿 那是不是 人家頂不順便走 你變成了一個 坦記或者就黃的人在上面 for what 相比之下 現任的拜登在擔任副總統的期間 38位的幕僚 17位 常伴左右 顯示出拜登團隊的穩定性和忠誠度 民主黨內部人士擔憂 Harris缺乏資深助手 協助他對抗Trump 而Harris的小規模政治團隊 包括三十多歲的通訊主任 Kristen Allen 曾經為前副總統 Al Gore的助理 幕僚長 Lorraine Vultz 和近年加入的 Stephanie Young 多年來 Harris一直被批評是 領導方式不當 有前任幕僚表示 經常不閱讀 簡報資料 卻常在問題上 暴露的時候 問題發生的時候 責怪員工 就是卸獲 所以我再說一次 三個壞老闆的基本原則 要求嚴苛 準備不足 推卸責任 這個就是壞老闆的基本的特徵 可以這樣說 因為前員工向華盛頓郵報披露 這就是導致持續的心靈摧殘式的批評 Harris的前通訊主任 HD Etienne 反駁他準備不足的說法 說他過去四年內 積極參與國內外事務 這基本上是幫他投資培份 但是數位幕僚透露 這種即使 高習慣高壓環境 Harris的領導風格依然令工作特別困難 外界開始質疑 Harris能不能升任領導 龐大的競選團隊 以管理巨大的競選資源 甚至有傳聞說 拜登本人此前 因他的能力的擔憶而此前 不願意退出競選 當然這不是真正的原因 深層政府要操作 部分白宮幕僚批評 Harris沒有充分承擔責任 形容他過於謹慎 例如2022年 白宮年度 BBQ的 俱樂部晚宴 Grid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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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Dinner 他拒絕 代表拜登出席並吩咐商務部長 Gina Raimondo 代他行事 哇 商務部長當他是 阿四 雷蒙多 去 我不去 你去 真是多有趣 Harris 對社交場合的焦慮也非常關注 他報導他在參加媒體大肯 David Bradley舉辦的晚餐時 反覆無意義練習 甚至考慮在無意晚餐中使用葡萄酒 有些人認為 這種缺乏自信源於他在華盛頓的相對經驗不足 缺乏長期追隨的幕僚 他在2017年 以加州聯邦參議員的身份進入 華盛頓特區 身邊僅有兩個長期幕僚 而且目前都已經離開了副總統辦公室 前助手表示 員工問題並非紳士 而且一直都是職業生涯裏面的特徵 他的支持者也承認他是一位要求嚴教的上司 但他們認為 對他的批評夾襲著性別歧視 甚至有人說他的風格 將他和特朗普的 The Apprentice 中的表現相比 強調雙重標準的存在 儘管如此 Harris的領導風格 是否能夠幫助他在總統選舉中獲勝 依然充滿極度高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看回目前很多的輿論對他很多都是深有批評的 所以表面是鬧紅紅 但第一 他將入面那層的幕僚和他離心離得 外面很多的民意就看看他如何刮 那麼現在有所謂的 密月期 這個密月期會如何dissipate 會不會就是dissipate 我們看回 兩個 例如看多一至兩個星期之後 可能就會更加清楚 這個dissipation 會不會出現 還有 這些民意調查最關鍵我剛剛說 讓本需要多 OK 而且你看回 每個選區 每個州 尤其是關鍵搖擺州 是怎樣看有關的問題 這些是重要的 這些是相當重要的做法 那甚至不要說BLM 不要說這個 共和黨 就算 一家美國大西洋瑜伽 The Atlantic 都是左派的一些 期刊 他就說 本來 拜登退選 會帶來黨裏重生的機會 但民主黨的反應 就相對 闖絕和失策 迅速擁護 陰點 Kamlet Harris 急於求成 令拜登的決定 產生不到任何好處 即是拜登退選後 僅27分鐘 黨內就開始 湧現支持 Kamlet Harris的聲浪 而評論人士指出 問題不是在於選擇 Kamlet Harris 而在於 黨內突然團結在他身後 迅速發出一連串的 背書endorsement 彷彿拜登退出 就等於將總統大選的勝負交由 Harris一個人去決定 事實上 拜登連接 民主黨的危機一部份 而另一方面 民主黨內部的政治 給人一種內遊內部人士操縱的遊戲 以利於他們選擇的候選人 並且令候選人免於競選的風險 在拜登宣布退選和公開支持 何金惠之後 短短27分鐘 競選局勢令人振奮 闖在新的局面 即是鋪到芝加哥的民主黨黨代表大會裏 知名的專欄作家 Tressy Macmillan Cotton 就認為 寫一篇文章叫 《非何金禮不可》 就說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不應成為討論 哈利斯能力的場合 這個工作早已是2020年完成 他認為當時為了擊敗特朗普 黨內推遲了很多關於黨派方向的重要辯論 而2020年的特殊狀況下 拜登和競選立黨都沒有受到應有的嚴格審視 他們被視為奧巴馬的第三任期的化身 因此 很多黨內熱烈草率支持拜登上位 那四年 拜登和哈利斯 雖然經濟和外交政策上有所作為 突然未提出他們明確的施政 願景 觀念認為 民主黨應該早在2020年 甚至2016年要求候選人提出清晰的政策方向 現在黨內本可以利用這次機會 在下個月的芝加哥黨代表大會裏 保持競爭開放 令更多候選人有機會展示自己的願景和能力 但民主黨似乎 重複過去的錯誤 急於團結在一個候選人身後 不是鼓勵更多的內部討論和競爭 這種做法可能會加深 選民 對民主黨內部 政治被少數人把持的印象 可能錯失 重新定義黨派方向 和吸引更多選民的機會 這一點我們很清楚 是非常麻煩的 那麼無論你是奧巴馬也好 這個 克林頓也好 華爾加也好 植谷也好 到這個 荷里胡也好 基本上他們都是 抓緊裝 而找一個 好像 紅壽主呀 好像 這個侯友宜的人出來 就是令人覺得 民主黨 即是 越變越不民主 你自己都不守民主原則 你還叫什麼民主黨呢 不如跪去吧 我覺得這個 很基本的原則 再不要說 比如說 Elon Musk 即馬斯克 對於他的兒子 被這個 Wook culture 即這些 所謂 左派的覺醒主義 害慘了他的兒子 有很大的 一種批判 是不是 他的大兒子 習維爾 Xavier 因為覺醒主義 Wookism 而變性的過程 並表示 他自己簽署香港文件的時候 對發生的事情 一無所知 對家庭和文化 民主自由 有很大的影響 他說 Xavier 所謂的 覺醒病毒的摧毀 就是Elon Musk 發誓 要摧毀這個病毒 所以 馬斯克 對於這個 覺醒主義 和所謂的 LGBTQ 運動 強烈不滿 他認為 我是被 欺騙簽署一堆文件 關於我的一個年長兒子 這個是在我 對所有發生的事 完全沒有了解之前 他們告訴我 他可能會自殺 我的兒子 Xavier 可能會死 被覺醒思想病毒 殺死 在那個之後 我發誓要摧毀這種 覺醒思想病毒 我們正在取得上一些進展 所以你想到他 基本上是對於極左派 或者現在所謂的左派 是極度不滿意 這些鼓勵 及時行樂 不要家庭 不要孩子 鼓勵不暗世事的孩子變性 這些就是認真 現在這一班 覺醒主義和LGBTQ 運動的 核心問題 政府提供資助給這些人變性 去做這些 很頹廢的行為 父母無權過問 這件事 會衝擊到很多 傳統核心的 美國的 觀念 秩序 文化 家庭價值等等 這些情況是相當 不致的 講到這裏 大家知道 當然 你問我 會不會在這個選舉前 會即是說共和黨 會真是會 咬得入 民主黨的 這個 違反 涉嫌 違反 涉嫌 違反 聯邦競選法 挪用選舉 資金 這件事 我肯定不會有 判決 但這件事會成為一個輿論焦點 再加上 左派 的一些或者左派的期刊 或者極左派的BLM 質疑是沒有民主程序的話 但他們是否最後都會含淚 投給這個 Carmen Harris 甚至最基本的 這個選舉制度 是否公正 又是再一次 受到挑戰 當雙方的票數 非常接近 一定 選舉結果 無論是哪一個獲勝 另一方一定會有非常多的質疑 輕則 公民抗命 重則 真正的暴動 焚燒劫殺 這個情況 我不希望發生 我 有聲明在線 所以你問我 我當然是 一個Trump supporter 我不是Trump fans 我希望他能夠當選 希望大家能夠 呼籲多些人 在美國 我知道有成 很多 很一定份量的人 是有美國的選舉權 希望大家能夠 很努力 去使得美國 能夠真正保有 一個更偉大的時節 只有美國強 台灣 香港 才有復興 希望 中共的 現在的苦而美崩的情況 會加劇 多謝習近平 而同時候 我們希望美國更加強 可能這個 震動期 會減到最短 OK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們下一節 再講一講 究竟 哈利斯 怎麼看 和中國的若干政策 一直以來 他有什麼看法 稍後說 安全策 晃